欢迎来到新手教学 今集讲一下IPO IPO中文名为首次公开募股 俗称新股认救 是指公司首次向公众出售它的股票 世界各地认救新股的安排各有不同 在香港投资者有证券户口就可以认救 中国的投资者需要持有股票面值超过1万元人民币 才可以认救新股 在美国新股发行的时候 只会配售给机构投资者或者大额认救投资者 而投资者认救的时候要考虑些什么因素呢 现在以Jack和Francis的例子 来讲解一下认救新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细节 Jack是投资新手 他得适一间有名的公司将会上市 不假思索就立刻认救 到了上市当日 他获得全数认救的金额 但是当日股价跌穿招股价 他事后才发现筹集的资金是用来清还债务 到公布业绩之后 盈利录得亏损 之后的半年间股价持续下跌 其实新股跌穿招股价的情况屡见不鲜 例如2010年在香港上市的四环药业 集资额55亿港元 最终吸引2800亿申请认救轰动一时 虽然上市初期股价向上 但是在之后的一年跌穿招股价约50% 而美国也有新股情况相似 Snapchat上市的时候 估值超过200亿美元 但是在上市后的半年 跌穿招股价超过30% 由此可见 就算公司仍够反应热烈 股价仍然有跌穿招股价的可能 而刚上市的企业 只是公开短年期的财务数据 难以反映真实的营业和资产状况 更加难以衡量企业中长线的发展 更危险的情况是 部分国家允许投资者以杠杆形式 借贷认救新股 当认救得到的股份比预期多 股价又下跌 就会令亏损更为严重 以Jack的例子 投资者需要注意上市集资的用途 若果公司能够有效地运用资金 从而扩充业务 就能够增加盈利 有利未来股价上升 但是若果资金是用作清还债务 上市的目的只是帮助公司减低负债 不能够产生额外的价值 我们就要小心了 而资深投资者Francis 就会先研究公司招股章程 并且留意集资用途 是否能够提升公司的核心业务基础 而且会核实保证人的信誉和过往记录 只有这两个条件都到位 才考虑认救 而当公司被超额认救百倍 它就会在公司上市后几天只赚获利 并在往后的日子细心阅读审计报表 留意公司发展 当确认公司中止和盈利模式 和自己的意念配合 才会买入股票作长线持有 Francis短线获利的行动 是非常明智的 他知道市场认救新股反应过于热烈 就很容易造成超额认救 如果投资者未能认救到 心目中足够的股数 就会在市场上吸纳 而大手追货会令股价持续上升 简单来说 超额认救的含义为 新股上市当日需求大于供应 股价会有上升趋势 投资者可以在短线先行获利 上述提及的保证人 通常是大型商业银行 或者投资银行 他们的角色是确保代表公司 符合上市条件 包括符合法规和披露充足 其实留意这些保证人的过往记录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或者会基于不同目的 帮助未合资格的公司上市 若果该保证人 过往负责的IPO问题多多 投资者就需要多加小心了 目前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 也有实施保证人黑名单 若果新股申请被发回 负责项目的保证人就会被贴堂 总括来说 投资新股的短线和长线策略大不同 短线来说只要以下三点 集资用途 保证人过往记录 和市场超额认救数量 其中一点有问题就要慎重考虑认救动作 至于长线操作 需要了解公司的基本分析 这个可以参考我们的其他教学 今集就来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like和subscribe 下次再见 拜拜